在昨日的黄昏,宝珠的未婚夫率领一对人马,气势汹汹地来到她的门前,要求她履行婚约。 宝珠早已洞悉了未婚夫的真面目,她的内心充满了后悔和拒绝,决心要摆脱这段不情愿的联姻。 然而,未婚夫的家族在当地是全是滔天的大户,他们为了家族的声誉,绝不容许宝珠轻易脱身。 大家好,欢迎来看阿妩海外帮主号,以后阿祖法和康特的视频,看阿妩的解说就可以了,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。 在这场危机中,宝珠为了保护康特,不得不暂时屈服于未婚夫家族的威胁。 她深知,只有康特安全离开,才能避免更多的麻烦。 清晨,宝珠与母亲密谋着逃离计划,但四周布满了未婚夫家族的眼线和武装人员,使得任何逃离的企图都显得异常艰难。 宝珠劝说康特先行离开,她认为未婚夫家族不会对康特造成威胁。 然而,康特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,她心中有着自己迫切的使命寻找阿祖法,但同时,她也深知宝珠母女对她的恩情。 在宝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是他们给予了她庇护。 康特的性格使她无法忽视这份恩情,她的内心挣扎不已,不知该如何抉择。 康特在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后,选择了留在宝珠母女身边,共同面对困难。 他提出了一个大大的计划,对宝珠说,如果你现在就逃跑,很容易被他们发现。 他们人多,且武装,但如果我们能巧妙地夺取他们的武器,我们的逃脱机会将大大增加。 宝珠的母亲提出了疑虑,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枪支,我们怎么可能夺到呢? 康特自信地回答,这不难。 当他们接近时,我们可以接近那两个持枪的人,利用他们放松警惕时迅速夺枪,并用枪口指向他们,迫使他们离开。 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有成功的可能,但它同样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 如果失败,不仅会惊动对方,宝珠可能再无逃脱的机会,而且在抢夺过程中,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。 经过一番讨论,宝珠和母亲意识到,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,只能冒险尝试。 康特强调,在行动时必须保持冷静,不要表现出慌张,以配合南方的要求,让他们放下戒备。 他还指示宝珠的母亲准备必要的物品,以便在南方家人离开时,宝珠能够迅速逃离。 当康特注意到南方的一群人正朝他们走来时,他迅速返回帐篷,再次提醒母女两人要保持镇定,不要露出任何破绽,以免引起怀疑。 他强调,只有表现的自然,才能避免引起对方的警觉。 在紧张的觅目后,康特与宝珠一同站在帐篷外,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南方家族。 南方家族的成员们,带着一种莫名的尊重向康特致意,同时为了引回宝珠,他们甚至额外带来了两只羊,作为对宝珠母亲的额外聘礼。 南方家族的代表向宝珠的母亲保证,宝珠嫁入他们家后,将会受到最好的待遇,无需任何担忧。 康特则默默地将羊安置在一旁,同时再次向宝珠的母亲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, 提醒他如果宝珠的行动遇到阻碍,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,确保能够夺取对方的武器。 按照之前的计划,康特和宝珠分别坐在了持枪者的旁边,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等待和决心,只待康特发出行动的信号。 南方家族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,他们正坐在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边缘。 在康特的巧妙引导下,南方家族的人开始放松警惕,甚至开始讨论起婚礼的安排,幻想着全村人的祝福。 康特也趁机表示,虽然他不是宝珠的血亲,但由于宝珠母女在他最需要帮助时给予了他庇护,他早已将宝珠视作自己的家人。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情感,让南方家族的人更加信任他,完全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。 在康特巧妙地说服了南方家族后,他们似乎完全放松了警惕。 南方家族的母亲甚至同意了康特的提议,并且为了庆祝,宝珠的母亲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餐饰。 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,那两个原本持枪的男子也卸下了防备,将武器放在了一旁。 康特利用这个机会,假装检查食物的烹饪情况,趁机向宝珠和宝珠的母亲发出了行动的信号。 他迅速地回到了帐篷,而宝珠则趁机行动,快速地拿到了两把枪。 他敏捷地将其中一把交给了康特,两人迅速掌握了局势。 当南方家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,康特已经用枪指着他们,警告他们不要有任何动作。 南方家族的成员们感到震惊和恐慌,他们试图说服康特保持冷静,不要做出冲动的行为。 一位年长的家族成员甚至威胁康特,如果他开枪将会面临无法承受的后果。 康特坚定地回应,只要他们不采取任何攻击性行动,他就不会开枪。 他警告说,如果他们试图攻击,他将不得不自卫。 按照原计划,宝珠首先撤离,康特和宝珠的母亲紧随其后。 然而,南方家族的几名成员试图从帐篷的另一侧逃跑去追宝珠。 在宝珠的威慑下,他们被迫退了回去。 为了防止他们再次逃跑,康特采取了果断的措施,用枪控制了局势,准备将所有南方家族成员限制在帐篷内。 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帐篷,康特的决绝态度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了压迫感。 面对可能的冲突,南方家族的成员们选择了最保守的应对方式,他们蹲下身子,高举双手,向康特表明他们无意对抗。 时间在这种紧张的对峙中显得格外漫长,但康特知道,每过一秒,宝珠就离安全更近一步。 终于,当他认为时机成熟,宝珠应该已经安全地远离了这里,康特施以宝珠的母亲采取下一步行动,封闭帐篷,暂时限制南方家族成员的自由。 然而,康特的计划并没有到此为止。 他意识到,一旦他们离开,这些帐篷可能会遭到破坏。 于是,他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,将南方家族的人赶出去,他们手无寸铁,康特相信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 事实上,南方家族的人现在显得异常安静,他们害怕任何不慎的举动都会引发康特的激烈反应。 康特的计划执行得异常顺利,每一步都如同他事先设想的那样。 当南方家族的人彻底离开事先后,康特和宝珠的母亲迅速行动,收拾好帐篷,准备去追宝珠。 他们清楚,这里不是久留之地,南方家族不会就此放弃,他们必须尽快离开。 随着康特和宝珠的母亲踏上追寻宝珠的旅程,故事的悬念也达到了顶点。 观众们都在猜测,康特是否能够成功地帮助宝珠母女摆脱南方家族的纠缠,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未知。 视频最后,阿妩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为了能够帮助阿祖法和康特,阿妩的橱窗有许多商品,喜欢的阿姨姐姐们可以去看看,帮一帮阿祖法和康特。 另外还有阿妩家的蜂蜜和橄榄油,已经一朗人常喝的酸枣红茶。